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 10月31日 傍晚的5点30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绿湾区的绿湾路 哇前方什么情况 很多一些古往手镯 一些古臂 一些古臂 这边是些 什么撞头啊绑手之类的 对于这条绿湾路 如果我不说 这里是绿湾区 应该很多人都猜不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街景 跟广州绿湾区 其他地方的道路啊 有点不一样 看到没有 这些房子都是一些现代的房子 所以看起来的话 跟别的城市的街景啊 差不多 因为这里 没有广州的特色房子 没有广州的特色房子 其楼或者是时光大雾 如果逛过广州绿湾区都知道 广州绿湾区的话 就有着很多一些旗楼的 要不就是时光大雾的 难道这里不是属于绿湾区吗 非也 这里的话也是属于绿湾区的 其实这一段的话 可能在以前啊 算是绿湾区的郊区吧 这一栋就是十分有一些地方特色的 就是岭南的建筑特色 不过这些房子的话 应该不是过去的房子的 应该都是后来建的 前方就是洞港小西瓜 广州绿湾区 比较有名的一个美食城吧 为什么叫做洞港小西瓜呢 主要是因为广州的绿湾区 再过去的话就成为西瓜 看前方就是一些古王 看起来的话 挺不错的 话又说回来 如果有了解广州的历史都知道 西瓜在整个广州的历史当中啊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因为过去的西瓜特别的发达 算是广州经济 文化 商贸 商业 旅游 娱乐 等等的一些中心吧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这一带再过去 就十分的繁华昌盛 也是很多一些有钱人 名人 富商 打光显贵的人 在立班区 买地盖豪宅 肯定不是在这个地方买地盖豪宅 在广州上山九附近吧 这里也是一个美食城叫做西瓜首约 看 这里的名称都叫做西瓜某某 西瓜某某 不过我所说的西瓜 也不是现在整个立班区吧 而是老立班区 因为现在的立班区的话 它是过去两个区合并的 分别是老立班区 跟帆村区 在过去的帆村区啊 可以说是属于广州的郊区吧 但是经过广州城市的发展 这个帆村的话 现在已经成为了广州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了 看对面的房子 这些是瓦房吗 就好像不是 现在路上多了很多人了 应该都下班了吧 前方那里就是广州十分有名的彩虹桥 一听到这个名字 是不是觉得很漂亮呢 很顺利多彩呢 其实的话这个彩虹桥啊 也是一座普通的桥 至于为什么叫做彩虹桥 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一下 那座桥就在前方的不远处了 算是一座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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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腊 一些糕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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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腊是一道十番著名的粤菜吧 一些糕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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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烧鹅吧 前方就是快价价格 一婚一束十三块 两婚一束十四块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清明的 要知道这里是广州的玉湾区啊 我觉得这个快价价格啊 比很多城市还要便宜 我记得我老家好像是两婚一束吧 都要差不多二十块了 就比较夸张 所以我觉得 越发达的地方啊 这个物价的话就越清明 越穷的地方 这个物价就越贵 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还有前方那一条 就是广州西方有名的四华路了 应该很多游客都了解 因为四华路的话 在网上被誉为是广州很有名的美食路 这条路里面的话 聚集了很多一些广州美食 无论是老四号 还是广州特色美食 或者是广州传统美食 网红美食 在这里都能吃到 应该都说了 就是前方这条了 四华路 这条四华路的话还挺长的 从这里开始吧 还是从下方开始 一直到这个人民路啊 大概长 差不多两公里啊 不然长 但是的话 聚集的美食也是挺多的吧 前方那一座桥就是彩虹桥了 可以看到就是一座普通的桥 前方那里就是广州很有名的一个湖 叫做刘花湖公园 那里面的话 有一座被誉为是广州版的白宫的建筑 特别的漂亮 也是很多网友来到广州旅游 必打卡的一个点吧 好了 有印象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带大家来看看广州四华路街头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